鸭子谁都见过 可是你有没有留心观察他们的动静呢 中国民间有很多种象形犬 这种是比较少见的鸭型犬 这位就是鸭型犬名家李恩贵 八十多岁了 还像孩子一样顽皮 瞧他学鸭子的动作 东摇西摆 学鸭子走路 可真像啊 这位老丸童揣摩鸭子的动作已经有几十年了 怎么能不像呢 也许有人会说 这谁不会 只要跟着鸭子走两趟就学会了 这有什么功力 你别吹牛 你再看看这位老人家的脚掌是怎么走路的 一步一个脚印入土三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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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